这是蔡博论第62单元的分析 然后这一个系列就是从蔡博论 354页这个魔鬼开始 那我这边继续讲 看了354的魔鬼之后产生震撼 然后我就从350页351 352 353 354 持续在念 说为什么蔡英文会产生魔鬼 所以这一系列的讲解从55单元开始 那现在就是61然后现在就是62单元 先复习一下上一个单元 是蔡博论的第50页跟第51页 那我是在讲说这一段 after the examination 就在检视VAR经济学 那蔡英文声称 那个Hindley结论VAR将提升出口产业的获利性 而且当适当条件满足时总获利增加 可是这什么叫适当条件 那蔡英文根本就没有解释 可是实际上呢 Kindley他就交代得很清楚 因为这边蔡英文在350、350页讲解的不清不楚 那我就把Kindley的论文第321页拿来看 这是蔡英文超路的来源 就譬如说他讲说他们会被满足 在很多情况下会被满足 指的是满足这些条件 它的总获利就增加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total profits 所以我们再讲解一些 它超路的过程是说 总获利增加 这些条件是不难满足 然后在很多情况下他会满足 就是there will be fulfilled in many cases 当然蔡英文就是倒过来讲 倒序一下就是in many cases 这in many cases就是这样 本来是排在后面的副词 后面的副词 他就写在前面 there will be fulfilled 就是there will be fulfilled 可是重点在这边 那Hindley在讲解的时候 他有在那边交代和得很清楚 就是这所谓的many cases many cases就是a variety 就是各种的其他条件 当然他是在讲解在 他是说这个详细说明 你去看我写的另外一篇论文 他在注解诗 可是蔡英文就完全就是漏掉了 所以我们就把他的原文 就拿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然后我这边就再强调一下了 Hindley以上Hindley就是说321页说明 自愿出口设限厂商获利性必然上升 为什么必然上升 因为你的进口就是进口国 你那个进口的数量少 数量少单价当然上升 可是总获利未必会增加 为什么 因为价格上升 可是数量减少 PQ两个相乘 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其实上是有 背后有很严禁的那个经济 经济模型 就是在注解诗 蔡英文都遗漏了 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个注解诗拿出来 他这篇论文上面是内文 内文是321页 那注解诗就是在这个340页 他这篇论文的340页 这注解诗 自我出口设限和Gate 就是Gate的19条 他翻开来看看 就这个就是注解诗有没有 这个篇论文找得到 我去把台大图书馆自动化柜台把它引印下来了 就是他这篇论文就是从这边有写 就是还是一样 这个叫做有没有 这个叫做伦敦的这一个国际贸易研究中心出版的文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篇论文实际上就是讲这边什么 他讲的那些条件 有没有在这边 就是有没有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有一个附录 附录是做数学证明 证明说干嘛 总获利 就是说总获利可能会更高 就是说因为自我出口设限 VER这总获利可能会更高 更高就是怎样 这个条件是不难满足 不难满足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叫出来看 叫出来看就是在这边 其实上它是一连串经济模式 刚刚前面一个图 我已经大家已经看到那个模型了 就经济学简单的 PQ 就P乘量Q可能会更高 比设限之后 就反而还更赚钱 出口会更赚钱 他这边就最后结论 我就直接看这英文 Profits 就是有了VER之后 这increase profits 当然他这边就前面 就profits有这种获利 还有增加了 unlikely to be stringent 就是说你不让我进口 你不让我出口到你的国家 数量减低 数量减低的话价格就升高 可是价格升高的幅度超过数量减低的影响 这时候这个条件干嘛 不是很难就满足 这个是很严苛 不是很严苛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背后干嘛 那蔡英文需不需要把这些数学 还有前面的这些分析需不需要写出来 不需要写出来 可是你要交代 这些证明你要在这边 因为这你声称这是你老板的贡献 你老板他自己都有交代自己的 你对这个严格证明要了解的人 你去看我的另外一篇文章 只有我猜英文 你经常没有交代 你只顾着就是抄Hindley的论文 你抄的话 他上一篇有写得很清楚 严格的证明跟说明 你要看我注解时的就这一篇文章 可是在英文就省略 省略的结果就是说 我们阅读他的所谓的博士论文 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不清不楚 这是前面第61单元 最后我还是一样重复一下 最后讲的重要的就是PQ这边 到底总获利是增加 是需要一些条件 这条件是什么 你需要去看这一篇论文 可是蔡英文就漏了这著名 这是61单元写的 那我们接下来 是351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352页 这个前面是只是说讲蔡英文断章 取一漏文献 然后会让读者忽略了Probability 跟TotalProbability的区别 这Hindley有详细说明 他有写说你需要看我的另外一篇文章 可是蔡英文没写 现在我们来看352页 就要证明他还有扭曲了Hindley的诸多观点 这个是蔡英文博士论文的页面 352页 那我们注意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叫做直接限制 另外一个就是后面他讲的 他就是隐含说前面是直接 后面是间接 间接就是什么东西 补贴 还有这个叫做调整协助 是这样子吗 那一样 因为他这一节有没有 全部都声称是Hindley的论点 Hindley的论点 那我们就是把Hindley的文章就拿出来一个一个看 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352页 来 我来讲解一下 我先把那个画面有没有 把那个橡皮擦插掉 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 那个来先标注一下 这个所谓的direct indirect对吗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就是那Hindley有写 这一边有一个direct 就是他是写什么东西 就是直接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直接 这个interven 就是干涉 直接干涉 直接干涉市场 包含什么 第一个tariff 关税 蔡英文抄下来 关税 第二个配额 蔡英文抄下来 第三个补贴 所以补贴干嘛 也是属于直接 那就是扭曲的那个Hindley 有没有 再讲一次 就是那个 这个 关税配额和补贴都是属于直接的干预市场 好 好 那 详细呢 更详细的看一下 就写在前面看一下 第一个 好 叫做什么东西 保护 第二个叫做那个调整 好 一个叫保护 一个叫调整 好 那 那 所谓的保护调整 它后文就写得很清楚嘛 如果保护就是属于直接 直接策略 好 调整的话呢 就前面有讲 好 就是following 这个就是调整 好 调整的话呢 是属于间接策略 好 所以 那个我们就结论一下 好 来讲清楚一点 好 就是 Hindley论述国际贸易学的南北国关系 这南北国关系 蔡英文论文 也有写这个名词 当然这个Hindley 他的论文开宗名义就讲 北国是已开发国家 南国是开发中国家 在南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呢 他在传统产业的生产成品 低于北国 其实这没有念过经济学 没有念过国际贸易的人 也知道这个方面的尝试 好 北国 他的那个传统 传统产业 将面临失去竞争力的威胁 因应之道呢 有两个 就是这个 第一个叫做什么东西 采取调整措施 adjustment 调整措施是什么意思 好 你传统产业嘛 那就关了嘛 人就走了嘛 好 那政府补助你 通常补助的方法 就是直接补贴你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 譬如说美国 我们利用中国大陆生产的便宜东西 我们就拿来用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经济福利增加 然后大家都省钱 省了钱之后呢 省下来的钱的大部分呢 就是补贴给那个美国的传统产业 补贴你们 让你们可以继续过 过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还有就是说 干嘛 转型 培养你新的能力 比如说服务业啊 或者学高科技啊 当然这通常就是指服务业嘛 就是这样子嘛 另外一个呢 就是干嘛 保护 有没有 这个叫保护措施 就是保护措施 保护措施的话呢 就是干嘛 就是发 就是所谓的这边 保护措施就包含了什么东西 就是关税 我这边写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关税 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配额 第三个呢 就是补贴 所以关税配额补贴都属于直接干涉 可是蔡英文却把补贴说成是间接 把它归类为那个调整措施 调整措施 或者说是调整措施 这个呢 又是等下取解那个听得里的那个 论点 如果蔡英文你口试的时候 你这一章全部都叫做Hindley Proposition 意思就是说Hindley Proposition是什么意思 Position好像叫做命题 可以叫命题吗 命题叫Hindley命题 你都给他写错了 Hindley一定会睁大眼睛看 哇 这一节用我的名字 结果你把他的理论全部都是 几乎全部都写错 你有口试 谁会相信啊 我已经忘了 我已经忘了 我只为了 你这节用的理论 我已经忘了 我不是说 有口诶